拐角处,我们先勾一针长针,然后在对应的锁针位置勾一针短针,回到边角位置再勾一针长针。 这样两个边就连接完成了。下面的编织和单元画片的编织是一样的,按照边和角的顺序将下面的连接补齐。 勾完最后一针长针,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勾一针引拔针,再立一针锁针,固定线头,断线。 第四个花片的连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连接第五个花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五个花片需要连接三个边,分别是第四,第二,第三个花片上。 左手绕好线,从起立针的位置穿入,立三针锁针。 开始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边角的位置勾一针长针,一针锁针,一针长针。 接下来,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两个花片,一针锁针。 勾到第二个角的位置,我们先完成一针长针,然后在对应的第四个花片,将两个花片背面相对合拢。 在对应的锁针位置,勾一针短针,然后回到边角的位置,勾一针长针。 完成之后,暂时拿出针针,在对应的边角的长针针目上穿入,穿回刚刚放开的线圈,将线圈勾出来,开始勾对应树木的长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勾到边角的位置,我们同样先完成一针长针。 然后在右侧的锁针动眼里面,勾一针短针。 勾一针短针。 然后回到边角的位置,勾一针长针。 第一个边就连接完成了,下面我们来连第二个边。 穿入对应的长针短针,穿回刚刚放开的线圈,将线圈勾出来,继续勾对应的长针。 我们可以将线圈,收到背面。 拉紧线圈,拉紧线头。 拉紧线头。 呼ですね, 我�로登的的方式会继续用您的, 我们是能限制D,执一门 kalian gern发披过的转异钟。 我们的名秩针继续用 Caucas软并不是什么颜色有人见到你的观看,我们是有些背景的召集聪itations。 边角的位置我们同样先完成一针长针 然后在右侧的锁针动眼里面勾一针短针 回到边角的位置勾一针长针 第二个边就连接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连第三个边 穿回边角位置对应的长针针目 穿入刚刚放开的线圈将线圈勾出来 继续勾对应的长针 完全是一张针的 125的边角位置 上面 Chaos 小针针 小针 小针 橈 �ү 边角的位置我们先完成一针长针 然后在对应的锁针处勾一针短针 回到边角位置勾一针长针 这样三个边的连接就完成了 下面的连接我们继续按照边和角的顺序将剩下的补齐 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完最后一针长针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勾一针引拔针 再立一针锁针固定线头 断线 无论我们连接多少片单元花 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连接 花片之间最少连接一个边 最多连接三个边 我们只需要将花片排列对齐就可以 录在外面的线头 我们不需要单独的收进去 边连接边收就可以了 最外圈的线头 我们再加上勾边的时候把它收进去 这样我们五个花片的连接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给连接后的花片进行勾边的方法 一共有两圈 我们先完成第一圈 无所谓具体从来一针开始 我这里选择在最右侧的边角 左侧的这一个长针上 左手绕好线 穿入对应的长针针目 逆三针锁针 三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上勾一针长针 接下来一支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剪致绿的一支 Cou双 再 Siberia 我是 这一关 送中 勾到边角位置的锁针 我们在里面勾三针藏针 一 二 三 之后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因为我们的一部分都能定着 有信勾不加不减的更多 因为我们的建设是非常细生的 也能做不radas 我们的建设是什么 它是很细生的 我们的建设是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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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建设是最终的 旧终的建设是最终的 最终的建设是最终的 是最终的建设是最终的 勾到两个花片连接处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勾一次长针的三针并一针 首先绕线穿入第一个花片的锁针位置 将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一次线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然后绕线调起下一个针目 也就是连接处的位置 我们需要找一个牢固的点 直接穿入到中间的大洞里面 重复刚才的方法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最后调起第二个花片的锁针部分穿入 将线勾出来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这个时候勾针上还剩四个线圈 我们绕线一次穿过这四个线圈 长针的三针并一针就完成了 下面的编织方法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边角处的锁针位置里面 勾三针长针 连接处 勾长针的三针并一针 其他针目上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往下勾 我们现在又勾到了最后一个减针处 我们现在又勾到了最后一个减针处 首先绕线穿入第一个花片的锁针位置 将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然后绕线挑起下一个针目 也就是连接处的位置 我们找到中间的大洞穿入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最后挑起第二个花片的边角位置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这个时候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绕线一次穿过这四个线圈 长针的三针并一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接下来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到边角位置 我们在这里勾三针成针 一 二 三 勾完最后一针长针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 勾一针引拔针 再勾一针锁针 固定线头 断线 第一圈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勾第二圈 拿出我们需要的线 左手绕好线 在起立针的位置穿入 立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针长针 接下来一直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针 勾到第一圈 三针长针的加针处 也就是边角的位置 我们在中间的长针针目上 再勾三针长针 这个是第一针 这个是第一针 到了中间的第二针里面 我们勾三针长针 一 二 三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第二针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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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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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绕线一次穿过这四个线圈 长针的三针并一针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圈的规律是在前一圈的加针处 也就是三针长针的中间一针上勾三针长针 减针处勾长针的三针并一针 其余的都是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下的勾完 我们现在又勾到了边角的长针加针处 我们在中间的长针上勾三针长针 一 我们在中间剩下的蒸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